講到兵變 講到政變 民國53年這個虎口事件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有印象 當時也就是因為這個虎口政變 導致有餘量情急的 包括蔣經國跟蔣偉國 這兩個兄弟 後來變成蔣偉國的聲勢 一直不斷往下 蔣經國從此以後 一手大權掌握在手上 1964年的1月21號上午10點 當時原本當中甲兵司令的蔣偉國 他因為升官掉離 掉離了以後 掉了一個郭姓宗將來 接這個相關的裝甲兵的司令 因為他去受訓 所以當時其實他是由副司令 趙志華等於說代理就對了 代理職務 那麼這一天10點的時候 趙志華巡視位於虎口的 這個裝甲第一師 那麼來巡視了以後 過程當中遇到了第一師的副司長 所以跟副司長說要驗槍 所以副司長就把身上的配槍手槍 拿給他驗 他看了看以後 就把他插上去 他就不還他了 為什麼 那時候副司長就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還我 講到幹嘛 當問題是又不好意思 不好把 你是下屬 不好去問說 副司令你槍沒有還我 不知道他是不是等一下 是要做示範還什麼 不知道 結果後來副司長趙志華 他就上台去了 他要教育整個部隊 所以他就突然間講了以後 本來在講說 在講說我們國際局勢 當時因為那個環境 國際外交 剛好包括法國等等 他們這些國家都慢慢的 跟中國相關的靠攏 建交的建交 背棄台灣的背棄台灣 他剛剛是講外交的部分說 台灣的處境有多艱難就對了 在玉兵有講這些話 對 沒有錯 然後講了… 突然間 他就突然間 先講台灣的外交處境 多差了以後突然間 講說現在部分的上將 家裡養的一條狼狗 他一個月的狗食竟然超過我們一個 連的所有的火食會 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講 在阿兵哥那麼多人面前 講什麼狼狗 火食費的事情 他就憤憤不平說 好生氣 我們的總統的旁邊有金城 有小人 總統旁邊 為什麼呢 他就舉剛剛說的那個例子 為什麼一個上將 他家裡一條狼狗 他家裡一個月的狗食費 比我們一連 一個連 比一個連的相關的 副食會還高 火食會還高 他舉這個例子就是他憤憤不平 這些將官對不對 在總統旁邊這些將官吃香喝辣 然後我們基層的人 大家吃苦幹什麼 然後他要清軍撤 然後他在講的時候 事實上他在講這些說 他就拿起槍子來說 拿槍說誰要跟我上台北去 清軍撤 他在講的時候 他號召阿兵哥跟他一起 對 他是透過麥克風對不對 這時候站在湖口 中甲基地的門口的阿兵哥 他有軍官 有人聽到了 有人聽到以後第一個 怎麼變成這樣 連哨手都聽到 那時候還不知道 因為他是用麥克風 所以怎麼辦 第一件事情 有徵戰系統的人立刻就 電了一口 就把電話一直往上報 你知道嗎 往上報了以後 經過了陸總部 經過了總統府 經過國防部總統都知道了 湖口兵變 當時指導說湖口兵變 要動員裝甲車北上勤王 他結果說拿槍 要你們跟我一起 真的有出動裝甲車嗎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不管你有沒有動 因為你在教越對不對 結果你這樣一講 已經先把這個消息往北送了 往上面弄了 不得了 緊張 緊張到要死 那是緊張到什麼程度 緊張到到台北縣市交接的 幾個橋樑 它的橋樑的樑柱 全部綁滿了炸藥 說湖口兵變了 萬一真的坦克車來的時候 就把橋給炸了 讓你沒有辦法坦克車進到台北 連炸又在橋樑弄好了 然後再在龜山 龜山附近幾個制高點 放什麼 放反坦克炮 直接打 反坦克炮就是你坦克過來 我就打你 你知道嗎 就打你坦克 讓你坦克 全部都完蛋 然後空軍待命 因為空軍要炸坦克 你知道嗎 那時候緊張到要死 因為不知道現場到底怎麼樣 全部都出動為了防 重點就來了 湖口兵變 那時候緊張的要死 幾乎全軍動員 就以為說真的要兵變了 對不對 其實現場發生什麼事 現場趙志華拿來一把槍 然後在現場說跟我去秦王 誰肯跟我去 講完以後沒有人講話 沒有人理他 對 他就很生氣 他就把槍放在他的司令台的 司令桌上面 然後再講一遍 幹嘛幹嘛的 這時候有人跳出來說 副司令這樣不太好吧 出去 滾回去 你知道嗎 他就滾回去 你要去啃人家狗骨頭 給我滾回去 然後他就不敢講什麼話 因為手槍一拿 可能就把你閉了 你就在台下 有個軍官 他就不敢講話 然後另外沒想到真的有一個 陳姓士官 他真的說 副司令 我跟你去 他就跑上台 跑上台的代價 你知道是什麼嗎 怎麼了 民國53年 1964年 他關到台灣解嚴 他只是為了生年他 他被關到那麼久 沒錯 他就上來 就關到台灣解嚴 所以他那一次的發彈 只有一個人願意跟他走而已 一個人 然後下面有一位姓朱的宗校 對不對 他心聲一忌 他就舉手說 副司令 我跟你去 第二個 然後我上台 很好 趙志環就說很好 好 肯跟我來 他一上來以後 然後就跟他握手 因為你終於是軍官裡面的人 等於說願意跟我去 一握手的時候 姓朱的宗校 砰的就把他給制服掉 制服了以後 一手就把司令台上面的 司令座上面的 槍拿起來 指著他 不要動 動我就開槍 我真的開槍 所以根本沒這麼變 對 他就把他制服了 我們的副司令 其實就現場在制服了 被制服了 另外憲兵也衝上來對不對 就把他壓制了 這時候等於說 相關的政戰主任 就是立刻通過麥克風說 司令身體不舒服 副司令我們送他去休息 然後在場所有的人就地坐下 凡起立者一律視為軍事政變 這時候去關 對 所以全部給我坐下 就是安心就對了 都不要動就對了 然後趕快壓著以後的壓進去 然後趕快把這件事情 趕快趕快回報 那時候他們不知道說 當他們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台北都已經動員這麼大的力量 綁炸藥的綁炸藥 然後這個反坦克炮都已經在龜山 山上都架好了 然後飛機準備要出動 要去炸了 要去湖口這個地方炸了 都不知道 因為現場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只知道要兵艦你知道嗎 不知道說已經米平了 好 那就後來發現 原來已經抓到人了 趙志華被制服了 這件事情殃及蔣偉國 為什麼 因為蔣偉國自己本身 跟這個趙志華 他是美國維基尼亞軍校的同學 然後他非常欣賞這位同學 這個同學事實上也是一路打下來的戰功 而且你剛剛說是因為蔣偉國去受訓 對 沒有錯 他等一下的位置 所以他跟他很好 他認為不是這個樣 他說他其實受了委屈 委屈 他因為要 因為自己本身家裡 要裝潢幹什麼的 所以他必須要支領 先透支他 支付他三個月的薪水 上級長官一直沒有批 你看他就有點責怪說 接他的中將司令就對了 像我的話我一定馬上批 而且上級長官不批 他受了委屈 他也看不慣這個等於說真的有人 養狗有沒有 養什麼 然後等於說吃香喝辣的這樣 基層的官兵過得很苦登場 一時情緒失控 對 沒有錯 事實上他講了很多 而這件事情造成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 趙志華其實一開始是被判死刑 然後後來趙志華後來 被因為1975年的時候 蔣介石去世 所以後來就檢權國檢刑 所以他變成無期徒刑 1978年的時候 在蔣偉國的協助之下 請人出來做保 那時候要做保 把外就醫讓趙志華出來 等於說陸軍的醫院 對不對 軍院看病 所以一直拖到1983年 趙志華就去世了 這件事情影響所及 蔣偉國從此以後 就背了十幾年的中將 為了趙志華 對 沒有錯 因為他的父親一直不能理解 不能諒解他 那個人說你怎麼帶的兵 而且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當時的我們那時候在 相關虎口哪裡的裝甲 是全台灣最精銳的部隊 最精銳的部隊 拿給他自己的兒子帶對不對 沒想到兒子把它帶成這個樣子 然後還要造反 那時候萬一造反 那時候怎麼辦 你知道嗎 所以當時就決定 就把整個蔣偉國 他本來可以有機會升上將 都先暫緩下來 一直到老蔣死了 後來是在宋美齡的 拜託 請託之下 蔣經國才勉強讓蔣偉國 升上將的 我們後來全台灣所有的橋樑 還有包括鐵路橋樑等等 後來都佔憲兵 或者是佔了所謂的警備兵 就是因為虎口兵變事件來的 就是要有相關的兵力 束手在這些主要的橋樑裡面 然後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因為從此以後 在這個所謂的裝甲兵的調動上面 都必須要有層層的關卡 不讓他再有機會進行這個兵建 所以整個虎口兵變對不對 其實只在司令台上面 喊一喊而已 你知道嗎 有些人不敢動對不對 那個朱姓忠孝 他不是衝上去假裝要投誠嗎 假裝要跟他一起去嗎 制服了他搶了槍對不對 他是大概是台灣罕見 直接從忠孝跳兩級變少將 立大功 直接調身 憲兵司令部的政戰主任